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的單元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什麼樣的器材呢 就是這個 Room 傻瓜手沖壺 那Room這個 器材是從去年進行募資 然後也當然也在募資期限之內成功募到三倍的募款金額 成功上市的一個台灣人研發的一個新的手沖器材 那當然啦 那它的外型上面大家可能會覺得說跟手沖的觀念差很多 也沒有手沖壺啊 濾杯也不知道在哪裡 那 它就把手沖壺濾杯還有給水還有下壺都結合在一個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它真的應該是長這樣的 好 那這樣的一個器材呢 它其實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 你可能喜歡喝咖啡 但是你可能沒有太多功夫 或者在上班的過程 或者你在每天早上準備上班的時候呢 能夠更快速的得到一杯好咖啡 那它的設計上面其實也蠻簡單的 然後上半部的這個部分就是給水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有趣的設計 這個有一個旋鈕 旋鈕 那旋鈕分為三段 第一段呢是完全停水 第二段呢是中間這一圈給水 中間這一圈給水 那第三段呢 就是最外面這一圈給水 所以你就可以藉由這三段切換 這三種不同的給水方式呢 來控制整體的流速 因為呢中段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粉跟水接觸的時間會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流速會變快 那如果是最外圈給水的話 流速會再慢一點點 就可以做出比較厚段的味道 就比較有厚度啊 比較有填感 比較有body的部分 那這也是一個蠻符合 手沖邏輯的一個機關 那可以看到 我們在轉的過程之中就可以看到 它藉由這個轉圈圈的機構的改變呢 就可以有不同的給水狀態 好那就是第一上半部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就是給水裝水的部分 那你裝完水後呢 你只要開旋鈕 它就開始給水 然後最頂蓋的部分呢 除了可以保溫增加保溫的效果之外呢 它有附一個溫度計 就可以控制你想要幾度來下水 一般來說我們是手沖浮的溫度 但這邊你可以先按關水 把水整個關掉以後 然後確認好你的水溫是你要的 以後呢在開水 就可以確認說你的給水溫度是OK的 好那這個就是給水弧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這個部分是濾杯的部分 可以看到濾杯的部分 這邊有一條線 代表說它建議你的咖啡粉的量 那中間呢是一個金屬濾網 金屬濾網可以拆開清洗的金屬濾網 這金屬濾網呢 它有一點點弧度 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有一點弧度的 也因為這個弧度的設計呢 所以它的中間的流速呢 稍微快一點點 它只是稍微 它在外側的流速再慢一點點 但是呢 這樣的平面式的濾網設計呢 其實和傳統的錐形的濾杯呢 比如說V60啊 Cone這種錐形濾杯 是差很多的 因為它的粉呢 基本上是比較均勻的 在這個空間裡面的 中間跟外面只差一點點 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它才可以使用這樣的結構 去做比較數據化 比較科學化的萃取 如果你是錐形的那種濾杯的話呢 它就很比較 考驗你吃水的 給水的分布啊 粉塵的膨脹狀況等等 所以這個設計本身 學長認為說也是符合 這種比較 半自動型的 手衝器材的需求 而打造的 所以這個技術濾網呢 覺得是合理的 那你要放進去的時候呢 就其實輕輕的把它 放進去固定住 還有一個明顯的固定的感覺 還有一個卡榫 你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把它固定在這裡 然後呢 平常的時候呢 是這樣子的 第一層 第二層 那第三層呢 當然就是 下壺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分享壺 那分享壺的部分呢 是有一個黑色的 它是黑色的雙層玻璃的結構 那 這雙層玻璃呢 好處就是不會燙手 但是 然後呢 它可以直接就口 就比較不會很燙 然後就可以直接接你的咖啡 那下半部有一個這個 一個水盤的部分 如果你在沖煮完的時候呢 拿起你的下壺看準備要飲用的時候呢 上面可能會有很微量的滴水的狀況 因為畢竟粉層會吸水 會有少量的水滴下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清潔 就不用擔心 會把桌面弄得髒稀稀的 那這樣的三個一組的結構呢 就可以做出好喝的手動咖啡了 因為呢這中間不涉及很多人為的操作 就是沒有手去給嘛 就是全部都是靠粉研磨度 然後水溫 然後還有旋鈕的控制 去控制你的風圍 所以呢 還是要稍微 可以看看說明書上面都有寫建議的充足數據 譬如說是水溫多少 粉水筆多少 然後粉研磨度多少 然後呢可以自己稍微調整一下 調整到你最喜歡的數據了以後呢 基本上就不太需要調整 好 那說明書上面其實有講很多 他們建議的數據 但學長今天提供兩種變化性 為什麼呢 因為 學長在測試的過程之中呢 發覺說 我們如果稍微 把這樣的器材呢 就是稱之為傻瓜手松弧嘛 代表說它的功能上面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但是如果你稍微 花一點點心思 就是稍微有一點小變化的話 你的風味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喔 所以你也可以做得很好喝 第一種呢 就是一個完美比例法 第二種方法呢 叫做搖盪法 那由於傻瓜手松弧呢 是邏輯非常非常的簡單的喔 那官方也建議我們 可以稍微使用一點點的水量來做悶蒸 可以讓整體效果會好很多 那學長也鼓勵大家 用50cc左右來做悶蒸 確實在整體的風味上面會增加許多 所以呢 我們準備開始 好 那我們先把水壺呢 放旁邊 然後呢 研磨度呢 我採用的是小富士平刀的3 3 好 20克的粉 好 學長還是習慣使用20克的粉 然後用300cc的水 用300cc的水去做萃取 我覺得在灑瓜手松弓的 這個比例上面還是非常的好的 那官方建議大概是22克用350cc 其實水分比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個人建議20克的粉量是最好的 好 那我們一樣把粉拍平 好 然後呢 把這個壺放上去 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開始一定要把那個 旋鈕的部分關到全關 然後準備給水 然後建議大家呢 剛開始可以給滾水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灑瓜手松弓呢 它的這邊的杯壁呢 還是比較厚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用水溫不夠高的 給下去的話呢 再放溫度計 你可能會整個水溫不太夠 你要補水比較麻煩 所以建議剛剛是使用滾水的方式 下去大概就是水溫就落在90到93左右 你可以可能等個30秒左右 就可以開始充足了 所以建議大家直接給滾水 好 好 我們就給水給到300cc 但是特別注意喔 給水之前一定要確認你的旋鈕是關閉的 一定要確認旋鈕是關閉的 不然的話你一給水再開始漏水 雖然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你就觀感上面覺得比較討厭一點點 好 所以記得確認旋鈕是關閉的 然後我們給水給它300 旁邊旁邊都有很明顯的水位標示 好 給它300cc 好 300 然後呢 就把這個散蓋蓋起來 然後呢 可以看一下你的溫度計 現在是大概幾度 那麼旁邊開始充足 所以第一時間我們先做悶針 悶針怎麼做呢 就是打開旋鈕到第一段 打開旋鈕到第一段 然後呢 建議大家用50cc就好 OK 好 打開旋鈕 到第一段 它就開始漏水 它就開始給水了 然後我們開始觀察一下 我的水 後大約到第一段的時候 到250cc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水 關掉 關閉 大概250cc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等待時間呢 大約是 30秒鐘 這個時候呢 我們粉塵呢 就已經吃飽了水 然後開始進行做悶針 那粉塵結構會比較緊密一點點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呢 也可以增加你的 ROOM灑瓜手中壺的 萃取風味 好 上面開始有點滴水了 OK 好 再等個5秒 然後第二段呢 我們要開小 小水 就是中段 內圈的水 然後一直到 剩下75cc為止 好 那我們準備要 好 開中斷水 好 然後一直讓它 開始進行萃取 可以看到下面呢 我們的粉塵就開始 逐漸的吃水 然後水位開始慢慢的上升 然後我們一直給到 剩下75cc 75cc 那這個比例呢 其實大家 當然可以自己做微調啦 就看什麼時候 要停水 什麼時候要改成打水 這個大家可以繼續做實驗 那學長你自己的測試呢 覺得到大約到75cc的時候 斷水一次 這時候的風味呢 是最好的 OK 好 現在大概多少啦 大概100了 那只要再等一下下 好 然後到75cc的時候 我們就把水整個關掉 好 還有一點點 好 大約到 快到了 75cc 然後就把水整個關掉 然後 裡面大概剩75cc 所以剛剛我們整體流了是 175 左右 好 那等到裡面呢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裡面粉塵 整個粉塵的水呢 都流光了以後 全部都流光以後呢 我們再開第三段水 大概要等個10秒鐘左右 裡面的水全部流光 就等於是做了一次斷水 然後呢 我們開第三段水 整個第三段水 第三段水就是外圈給水 外圈給水呢 它的流速呢 會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就可以做出 適度的尾韻的部分 那這樣子交叉組合呢 就可以做出有層次感的 手沖咖啡 那就可以發揮這個ROOM 灑花手沖湖 它的風味的極限 那我覺得這樣的比例呢 是非常好 可以看到 我們外圈給水的情況之下 我的水淹的狀況呢 就會比較顯著一點 就淹得比較高 就是因為它整體流速呢 會比較慢一點點 同時間呢 我們就用了一次斷水的 這個方式呢 把前段後段的差異呢 做出來 就可以讓你的 咖啡風味呢 更有特色 更有層次 OK 好 大概點完了 等它全部流完 我們就完成了 那 20克的粉 300CC的水 粉水餅呢 是1-15 那我們做兩段層次 那整體時間呢 大概是3分多鐘 不到10分鐘 就可以完成了 那當然 它的 難度呢 其實也很簡單 不過就是轉轉旋鈕嘛 然後給水 那只是說你稍微多一點點心呢 就會讓你整體的風味喝起來更好了 OK 好 那我們第一次的完美比例的沖法呢 就完成 好的 那我們示範完了完美比例法以後呢 我們要示範第二種手法呢 這種手法呢 比較複雜一點點 它叫做搖檔法 就是我們沖煮到一半的時候呢 我們要利用自己的手呢 稍微搖晃一下我們的 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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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排好 排好以後呢 好 把我們的給水壺放上去 確認一下我們給水壺一定要確認我們的水是關掉的 要不然的話一給水就開始漏水 感覺上會關卡上面比較沒那麼舒服 關掉的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開始加水 給水我們一樣給到300cc 然後建議使用滾水 直接進到我們的灑瓜手沖壺裡面 那它的水溫大概就是90-92左右 就可以維持比較好的萃取溫度 好 帶上我們的上蓋 好 確認一下溫度是不是我們要的 好 然後我們一樣剛開始要先悶蒸50cc的水 這部分是一樣的 先把我們的旋鈕開到第一段 第一段 好 然後呢 它就開始給水了 這時候開到粉塵開始吃水 然後呢一樣給5cc的水量 然後就把我們的旋鈕關掉 好 還有一點 好 差不多了 關旋鈕 然後門針時間30秒 那第二段呢會比較複雜一點點呢 我可以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待會呢我們一樣開第二段旋鈕 就是內圈給水的部分 然後呢我們的水給到一半的時候 也就是125cc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關水 我們要晃動我們的 ROOM灑滑手沖壺 讓它的粉塵整個翻攪開來 形成一個 比較跟剛剛不一樣的粉塵萃取狀態 OK 好 好 時間差不多了齁 30秒差不多結束了 那我們就開始開到第二段 好 一直給到125的部分 反正就給125剩下也是125 就是剛好一半的部分 然後這個時候 好 快囉 150了 然後最後這一段呢 好 150了 還剩下 25cc 好 準備好齁 這一段很特殊 OK 好 我們開始晃動我們的 晃動一下 好 大概晃個兩三圈 會看到我們上面一層 白金色泡泡會被你 擠出來 充足擠出來 因為你要晃的關係 你的粉塵會開始晃動 晃動以後呢 你的顆粒的結構跟 跟狀態就變得不一樣了 然後這一層的整體的流速 會突然放慢 放慢 所以看到我的現在水位呢 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然後這樣子的狀況呢 就可以讓前段跟後段的 層次差異非常的顯著 所以這是搖蕩法的有趣之處 到125cc之前的流速呢 其實都是比較快的 但是如果我搖晃了一下呢 讓粉塵整個狀況變得不一樣 所以它的整體流速呢 就會放慢 就可以做出很 比較厚實的後半段 還有填感的後半段 那不然的話 如果你就是一般的正常做法 就是可能你悶蒸完以後呢 就一段給水到底 這種好不好喝呢 我跟大家講 其實風味上面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風味就會稍微比較 層次上面就會比較單薄一點點 所以你喝起來可能就覺得說 好像有點不夠完整 或者說你可以開第三段給水 可能會覺得 口感上面呢 會比較厚實 但是可能前半段呢 就比較沒有那麼均勻的 沒有那麼均勻的 那整體時間呢 用搖蕩法呢 大約是在四分多鐘 那其實你也可以搖完以後呢 就去旁邊做你該做的事情 大概等個兩三分鐘回來以後呢 就會發覺說 你的咖啡已經萃取完畢了 好 差不多了齁 要最後一點點 好 那我們這個萃取就完畢了 好 那學長示範完了兩種 不同的沖煮手法 那其實兩種手法 都算是很簡單啦 因為你只要控制好旋鈕 然後只要看一下你的 給水的水位的刻度線呢 你就可以完全的複製 學長剛剛示範的手法了齁 那這裡已經算是很難得可貴了 畢竟 倫呢 他還是強調他是一個 以簡單為核心訴求的器材 那經過學長剛剛的幾個變數的設計 還有讓粉塵結構的變化呢 能讓可以做出層次 還有風味都很完整的咖啡囉 好 風味非常的均勻 然後後半段甜感呢 跟Buddy都非常的好 那希望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研究一下ROOM 這個很簡單便利使用的器材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學長開箱就到此為止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